焦點視頻李應聰風水命理的時間人螢光幕 見到李應聰師傅 Hello 大家好 現在是2020年11月6號美國大選點票進行中 根據最新的update 屬於新聞報道員 最新update是增持激烈的賓州 本來在美國大選那天領先70萬票的 特朗普 誰知道郵寄過100萬的時候 神跡地翻盤 不知為何那些人 寫信的全部都是投給拜登的 現在追得很貼近 接近平手 再加上其他州份 郵寄票已經有領先的現象 所以相信拜登基本上都是一定做硬的 只不過那些人就在想著會不會特朗普 坐著的位置不肯走 接著又要打這個官司這樣的情況 但是剛才我拍的那兩集 賀錦麗和彭斯剛剛講了 其實你在副手裡面的八節裡面來講 你已經聽到老闆做不做到 不需要看拜登和特朗普的八節 你已經知道了 所以特朗普其實是沒有辦法可以連任得到 也都應驗我今年2020年1月 去跟大家講特朗普是很難連任 也都是四月頭的時候跟大家講了 拜登是很大機會做到這個總統的 原因不是因為拜登八節比特朗普好 相反拜登是不適宜做總統的 他純粹是今年行運 而特朗普今年是沒有運 特朗普沒有運當然是因為疫情 如果這個疫情是夏年才出現 前年出現了 那黑眼都做到的 那就是因為今年的疫情的原因 所以有時候這些事情就是 一切都是講運 好了我們今次呢 我們看看拜登的八節裏面 很多人都會想拜登好像老人痴呆 拜登很老了 經常說錯了 孫女和女兒可能睡不到 老婆和女兒可能睡不到 那究竟他有沒有機會做得長呢 這樣的情況 又或者會不會在明年裏面的時候 突然間暴敗呢 我們分析一下 我們以八字論八字 不要涉及個人的情愛情感 我們真的研究八字 四月初的時候跟大家說了 八字裏面來說是有完整的時辰的 大家可以在一些外國的占星網裏面 已經可以知道它的真正出生的時間了 不需要大家去考古 由五年薪賀月丁丑日甲臣時 冰火是拜登的立極點 冰火是蠟燭之火 必須有甲木才可以顯跪的 生日冬天見甲木 我們叫官印相生的名甲 之前都跟大家說過的了 官印相生就只適宜做副總統而已 有一下不小心被他做了大總統呢 那就玩完了 就好像以前呢 中國的皇帝呢 很多這樣的case的 OK 很多一些用印的八字出來做生意 即是我們現在現代人的命 沒有總統給你做了 現代人的命 香港人就明白你用印的 就可以做生意 立刻PK 你打工可以維高權重 一出來自己做生意就立刻PK 因為用印的人其實他是要受人擺佈 簡單點說 用印的人是要受人擺佈 就是說要有一個比你更加惡的人拿著你 你受他擺佈你才有運行 而他自己是沒有一種擔當承擔的能力的 而特朗普的八字是尊旺格 跟大家講過 是從所屬的尊旺格 自己已經是最強勢 就是說 我是最惡的 OK 這個是特朗普的氣魄 無論他做的事是正確或者錯都好 這個都是他的僑雄的氣魄 所以特朗普就適合做生意 你看到特朗普二世祖出生 但是他沒有二世祖的性格 他是不是不停又搞倒場 又搞娛樂 又要做總統 他是想要做一個很大的版圖的事業 甚至乎他想打賣中國的 這個就是做大生意的格局的結構 而拜登只是適宜做打工仔 受人捏住的結構而已 OK 如果在我們香港現代社會裏面來說 用印的人很多時就是拆鞋子 講得比較壞 就是說要拆老闆鞋才有上位的情況 好了 而我們看回拜登 觀星本來是一個很正氣之神 但是這個八字裏面有很多濕途 混足了一個任勢 我們叫做己土混任 代表你的觀星逐了 你的正氣沒有了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表面上 你看上去不笑的時候 可能覺得很正氣 一笑的時候你會覺得是斜斜的 反而特朗普呢 你說我傻嗎 你說我狂嗎 我就是這麼狂 OK 你可以說是一個 我真正擺出來就是 我是這樣的 我是最惡的 誰戒誰惡誰正確 但是拜登這些來說 就是因為觀星被濕途混足了 反而一些東西會比較陰險艱險一點點 就是這個是特質來的 好了 走到個大運幾尾 二零一八到二零二九幾尾 這個的己土濕土出了個混足了的任勢 上一集跟大家講過的四月頭 這個是食神火生土黑任勢 就是我想得到權威這樣的意思 所以代表我有爭雄鬥性的心 但是因為己土續任的關係 這個觀星是不靚的 我們為什麼去理解觀星不靚呢 其實就是等同於說 我拿到這個觀衛 但是服不了眾 你可以這樣去理解一件事情 OK 混足了 污衛了 或者你也可以理解成它的手段不乾淨 你可以這樣去理解 OK